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是潘露 欢迎您收看潘露使徒堂的节目 今天是2023年的1月16日 以下是今日的短视频 不过我先把昨天的答案报一下 哈尔滨的气候类型是温奈季风 基辅的气候类型是温奈大陆星气候 哥本哈根是温奈海洋性气候 迈阿密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悉尼也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这个是比较难的 开普敦是地中海气候 这也非常难 亚利桑大在尼罗河开洛伊北 尼罗河的出海口也是地中海气候 基多这个有点难 是高山气候而不是热带云林 因为它的海拔接近三千米 亚扎达是印尼的首都 热带云林气候 雅典是西纳的首都 在伯罗奔尼沙半岛地中海气候 台北是亚热带季风气候 河内是热带季风气候 好 你答对了吗 OK 下面呢 那我来说今天的新闻啊 首先要道歉 有朋友指出来 广州天河区那个宝马车撞人认定是交通事故 不是广州警方 而是北京的媒体啊 所以我这个新闻是有误的 所以呢 我以后尽量慎重去听道听图书的这个新闻 我通常使用四大媒体的新闻啊 我今天开始用四大媒体 因为我实在怕出问题啊 因为假刀小刀消息太多 我也没时间去派记者去当地去调查 我也没有记者团队 我只好 因为我主要的是评论 而不是去编故事 好 我们知道 前几天郑州的环卫工人拖件工资 呃 承包人携款逃跑 那么拖了大半年的工资 那些年纪比较大的环卫工人 每天干那么长时间 因为韩国人很辛苦 你知道他一个月是多少钱 好好猜猜猜看 六百五 六百五呢 我算了一下 一年也就七千出头 而这一年的工资 刚好买一个七千块钱的骨灰盒 这个骨灰盒目前七千块钱已经是最便宜的 我有点诧异啊 骨灰盒就是几块木板 要七千块钱一个 宾衣馆连这个钱都敢收 所以很多的家属采用了不买骨盒 用塑料袋 用布包 把清楚的骨灰包走 可以说这个国真的是道德人上 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怜悯 说实话 我说中国社会的全面失败 我想现在应该没有人反对 好 我们下面来看几大媒体 首先是自然阿州报道 中国新冠病毒疫情肆虐 很多朋友抱怨自己的清楚 或者说是朋友 自己都阳性感难 但是北京市疾控中心上周五 却召开了三年疫情防控工作 总结表彰大会 他们给对方 给自己互相佩戴上寻找 北京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 黄春做了三年工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声称 抗疫三年 疾控中心 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魄力 前所未有的措施和方法 前所未有的投入与保障 依法规范科学精准开展防控工作 为全市疫情防控 整体性胜利做出贡献 为首都疫情防控 而社会经济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实我觉得 把喜事做错了 把上市办成喜事 是机贡和机国的优良传统 封控了三年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措施 封控和后面的突然开放 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 忽视了群体免疫的规律 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措施 他们居然开表彰大会 佩戴寻找 这是在人家的白骨堆上跳舞 最爱的报道 台湾台湾外长 这个叫吴钊谢 对加拿大媒体表示 中国正在吸取乌克兰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教训 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 但台湾无所畏惧 确实不用畏惧 因为岸田文雄首相 帮台湾大忙 达成机器反共同盟 所以加拿大将站队 加拿大国防部将派出更多的护卫舰 在台海地区巡防 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还有人朋友不知道 加拿大这个国家 他的军队怎么样战斗 我告诉你 加拿大军队非常厉害 傲战的时候 加拿大军队解放了荷兰 加拿大第一集团军 应该说是战功赫赫 相当厉害 可以跟曼斯坦英的装甲师 装甲集团军对抗 加拿大的战斗力是很强的 还有加拿大的狙击兵种 也是非常厉害的 开挂的 世界前十大狙击记录 大部分都加拿大人 自亚洲报道 台湾执政党 民进党 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中 错办 今年的这个市场选举台北市 又输给了这个国民党 蒋万安 小小小讲 蔡英文呢 请辞了党主席 现在党主席空缺 今天的选举也会出来了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15日当选新任党魁 他同时被视为民进党下任 总统参选人 因为这个台湾跟美国一样 总统只可以任两届 赖清德把近期把蔡英文总统 2020年喊出的抗中保台 调整为和平保台 我觉得这个调整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想和平保台 你是会得到和平的 一定要抗中 或者你更往前走一步 独立保台 我觉得趁这个机会 大陆在疫情交投烂合 家家有病人 你现在趁这个机会堵 我真的觉得时机非常难 好 下面是法新社 巴黎记者 在这个今天的报道 这个是法国网新公网上的信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今天表示2022年全球记者和媒体工作者 受害人数激增50% 达到86人 也就是每四天就有一个人遭到伤害 我们呼吁这个 这个记者要受到保护 因为新闻自由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由 昨天我们都看到了 乌克兰东部城市地裂薄罗 被俄罗斯的一枚导弹 击中了一座人口非常密集的居民楼 确定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至40人 当工人下班回家 妻子在做饭 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 一枚导弹从天而降 这是俄乌战争爆发近一年以来 乌克兰境内伤亡最重的一次 针对平民的袭击 因为这不是军事无料 这个是战争罪 因此目前担任欧洲联盟 人质主席国的瑞典首相 实际谴责俄罗斯犯下的战争罪行 我还是那句话 打到莫斯科 把普京活作 送到海牙审判 然后上小行家 我会亲自去看 可能我进不了这个行刑室 那我在外面 我看直播 这个不但意味着 一个恶贯满盈的战争罪犯 被正义的审判 还代表着祸乱人类四百年的沙俄帝国的灭亡 从17世纪比达大力算式 好 这个短片呢 我将放在我这个视频的后面 就是我昨天吓到了 大概有个半分多钟的内装柔的一个影响 愿是这还是 美国之音报道 造价超过一百一十亿美元 受疫情影响 已经停止三年的港生高铁 应该是广 还有广州 港生很近 主要是广州远 香港段 星期日恢复运营 首日约八千五百名跨境乘客 没有达到这个上限 一万名乘客的明显 西九龙高铁总站开启后 引路电子车票 自动杂机以人面辨识技术 核对乘客 大数据啊 进入香港 另有传媒报道 广州东站自助售票机 购往香港的车票 要输入普通话拼音 香香X 各样港G 缩写 而不是国际惯用的Hocom HK 不是 而是香K 这是一个倒退 美国资议报道 经济分析师在周二 17日GDP数据公布之前 中国GDP啊 预估在经历 疫情和房地产危机 双重危机后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预计 将是40年以来最乏力的一年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因为你要知道40年改革开放 它合法性就来自于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 好 现在没有就合法性 法新社采访的十位专家预测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集的国内生産种植 将同比增长2.7% 与中国2021年超过8%的增长率相比大幅下降 但是我觉得2021年把所有人全关着 怎么可能有8%的增长率啊 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编了 编不下去了啊 但是2.7%这个实在太低了 因为荷兰做一个发达经济 它正常的年份的GDP也有3%左右啊 它的经济优秀就在这 因为它通货膨胀很低 但是经济增长一层问题 何谈是经济优秀 产业结构也非常的好 美国之音报道 日本检察官13日正式以杀人罪 起诉刺杀前首相安倍的嫌疑犯 山上窃野 山下窃野去年7月在一个竞选活动上 用自制的手枪打死了 正在演讲的安倍警察前首相 之后立即被捕 后来他被送到了大阪的一个拘押中心 接受了近6个月的精神鉴定 检察官说精灵结果认为 山下窃野可以受审 他还被起诉违反枪支控制他 我觉得他因为日本是有死刑的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比较恶劣的一个世界 就是前不久 那个麻原张晃 就是奥姆泽里教的一个邪教头子 被判处死刑 为了缩短他的影响 他死刑判决早就下来了 过了十几年才执行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策略 因为邪教组织比较麻烦 教徒死了反而成为他们的土壳 所以要减轻他们的影响力 德国之声报道 一项问卷调查显示 中国人对欧洲国家的好感 大大超过对美国的好感 研究者指出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环境下 两国民众之间的反感也在升级 而中欧民众互相的感官 则相当不对称 其实中国人对欧洲的好感 但是欧洲对中国人的好感一般 我个人觉得就是 虽然我在荷兰 这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社会 我基本上没有遭受过歧视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 你一定要通过你自己的言行 去得到别人的尊重 我个人觉得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因为很多话语习惯都要改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每一段视频 我之后呢 又把那个乌克兰 遭地利伯罗遭俄罗斯导弹袭击的 垮他的居民楼 那段视频放在后面 同时我用这个 11号广州天河区的那个 向死难者哀悼的封面 做今天的图 图做今天的封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短视频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